親愛的天賦我們 再次傳出一個敬畏你的心來到你的面子 神在我們的心魂裡面讓我們每天都記念著 就是人生就好像一場的競賽 我們每天每一刻都應該傳出你一份勇敢的心 堅毅的心志去奔跑 因為在永恆裡面實在有太多的祝福 是我們沒有那個數算沒有那個量度在等候我們 人生實在是一個極之寶貴的經歷 我們每一個人在世都能夠品嘗 同樣我們可以去贊取 品嘗的就是我們可以品嘗神理所賜給我們生命的各樣的色彩 美善各樣美好的回憶 各樣美好的經歷 但我們去贊取的就是我們可以接著短暫的一生 我們願意為你發光 我們願意去改變去突破 在萬難當中我們願意去站穩 因為你知道 無時無刻 神你仍然是聽你討告的神 無時無刻你是監察我們每一天心腸肺腑的神 是你真是去熬練我們的心腸肺腑 導致我們能夠在一天面見你的時候 能夠帶著這份純全清潔的心來到你的面前 沒錯不單止主耶穌基督的補血 已經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但你願意就是我們的內心裏面 鍛鍊出一個無瑕的一個心田 一個單純的心田 是藉著我們在世的日子一次又一次的經歷 一次又一次的選擇 神就讓我們能夠在信仰裏面不斷地去成長 在任何的光景當中我們願意都為你發光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亦讓我們懂得 祥安堅持你的愛 你的心意 你的安排 和你的全能 神就讓你穿著一個謙卑降伏的身 每一天都來到你的面前被你帶領 同樣今天 神我們邀請你的智慧留在我們的當中 讓我們在這個時代當中 做會一件事 去處理會一件事 去行走在這個地上 都能夠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美 我釋放聖靈這些自由的運行 在整個會場當中 在今天同樣把神的話語放在我們裡面 把神的智慧、聰明 和對真理的應用放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存著一個受教的心 接受所追蹤的道 讓我們能夠在我們的生命裡 藉著神你所賜給我們的健康 賜給我們的智慧 我們能夠將我們的生命發揮出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我以奉主耶穌的命最粉碎 一切欲勢力 一切疾病 一切肝硬 一切不信 一切惡心 我釋放就是單單神你的使者四為安逸 去保護整個會場的秩序 讓一切的榮耀眾財 都歸給我們所侍奉 所敬愛的天父 神來感謝你 神來感謝你 我們恭敬這張以下時間 每一分 每一秒都交給你受力 來帶領 我們這樣的討告 同心合意 是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字寄求 Amen 好 先開始 我們鼓掌 多謝神在上星期所行歧視 感謝主 當我們懂得跟神合作的時候 我們懂得把榮耀歸給神的時候 神在祂這個時代的活水 就會不斷增加 不斷湧流 會讓我們 在我們面對日常的事奉 信仰 都是很輕散的 這是神在未來這幾年的一個計劃 一個時間表 感謝主我們已經踏入這個時間表當中 可以說成為一個很先驅 因為 神在我們當中的神跡 恩賜 那種的同在 很少人都很感受得到 我想問誰在上星期的聚會當中 很感受到神的同在 記住 是不是 我們鼓掌再次多謝神 感謝主 肯定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這種活水的湧流 會到一個階段 我以前很早年都說過 當神的同作很強 就算未神認識神的人來到我們的聚會當中 都會震驚神的真實 這個我們事實上在哥林多都見過 他才說到到一個級數 直到愛幫人來到的時候 他會苦福地說 神真是你們當中 神真是真實 但是 我們看到以前 早二十年 我們去分享這段經文的時候 傳說中的新約教會 但是問題是你會看到 現時已經在我們當中 一步一步去應驗 但我想你知道 在早年我都會分享過 就是我們教會 傳福音 恩賜運作 那些人會流淚信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 當神的活水 湧流到一個階段 會很欺負人 直接是未曾認識神 直接入到這個門口 他已經開始不能控制 不斷哭 因為他會直接在他內心的靈裡 感受神的真實 直接是不需要延傳 他就已經知道 這個神就是他要尋找一生的目的 和目標 所以神的活水的同在 會大到的階段 就像我所說 這些人信主很容易 即是人們信得好 亦是很容易 這就是神所給我們 可以說歷代歷世的教會 這是一個回應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還有一個更大的復興 就是現在在座著溪水旁 每一天都會說得越講越長 就是講光的恩膏 這種的吸數 其實就是 是不單止 我們會見到這種的恩賜出現 並且我們會見到 真正的萬事互相效力 剛才說萬事互相效力 就是你會發現 你身體的機能 你自己所付出的一件事 甚至連你在受苦當中 那件事都會為你效力 即是你的受苦 都會為你帶來百倍祝福 不只是你殺種 是不單止你的潛意識 會回應你的付出 每一件事件 包括你的身體 你的機能 你的潛意識 你的潛能 你的潛能 你的才能 都會回應你的殺種 那個是完全超越 在聖經中所說的 只是活水那種的殺種 這種回應就是 已經不單止 是我們在說 災種這一種的百倍增長 是在說光那種的 點燃那種的增長 這個遲些 你們在災罪 稀水旁你會聽到 主人我們 其實現在是繼續去分享 一套可以說並排的訊息 因為我們一定要理解 神所復還 是有兩個層次的 一個層次是 完全超然的 對不對 完全超然的 另一種是 完全超智慧的 對不對 超智慧的 沒錯 其實你會看到 神所給我們的信仰 不是迷信來的 譬如你看我們這間教會 由開始教會 我們都相信神職 但我們不是等於 不相信健康的 對不對 而我們在智慧方面 你會看到 是更加去印證神在我們當中 所以不要只是看重 這些神職其事 但是輕看神給我們這間教會 獨有的智慧 因為這些智慧 如我所說的 很多我所說的內容 隨時二十五年後 這個世界都還沒開始教 但是到時你才聽 就太遲了 明白嗎 所以不要輕看 或者藐視我所現在 看著感動和大家分享的東西 因為是神按感動 我每一星期每一日所分享的信息 是等於你們自己的恩超人左養 從早年開始已經是 所以變成 在裡面有兩個層次 是使用他的教會復興的 一邊是超級的神職 另一邊是超級的智慧 這個在主耶穌身上 你會看到 這個才會使得 他們不單止在神職歧視上 震撼整個世代 他在掌管上 一個執政教會 一個王權的級數的教會 那種的見證 亦是世界無話最得上 因為那是需要極之厲害的智慧 才可以無論是個人 或者整體或者群體 才能夠證明神的掌管 那種真實 現在我們就和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們先看針言第三章 我們由第十三節先讀 針言第三章 第十三節 得智慧得聰明的者人變為有福 因為得智慧勝過銀子其利強如精金 比珍珠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於比較 但第十六節講出一件事 就是它的好處為何這麼好 因為有一個很有趣的元素 這一節其實我相信 可以說每一個世代 我們都要重新理解接著講的那一節 我讀了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為什麼 第十六節 它右手有長壽 左手有富貴 它是道是安樂的 它的路全是平安的 它與持守 它是作生命樹 持定它的區角有福 這個就是關於智慧的祝福 當你一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一節很容易明白的經文 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明白 因為就算在我們這間教會當中 有些人都是藐視智慧 而他不自知的 明白嗎? 為什麼呢? 誰想知道為什麼? 你要聽著 我只是說 神所祝福的教會 一定會有超級神職和超級智慧 但我所見的失敗者 不能夠在超級福興當中跟著 就是那些藐視超級智慧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這裡說的第十六節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但右手有長壽 左手有富貴 為什麼需要智慧? 原因就是 在這幾個月 我已經清楚告訴你們 一種很特別的特性 原來每個時代 你要長壽 都有不同的智慧才可以長壽 即是說你五百年前 那種長壽科法 現在是不可以用的了 現在會使你極之短命 明白嗎? 因為早上我都分享 上個禮拜我講過六節八餐 我都聽過有些人說 我不會做的 那些是猛的 那些都不像是 我們教會當中的第五姊妹 明白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智慧 現在你不做的話 你遲一年的話 你會後悔十年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時代當中 我們每個時代 都有一些東西 在攻擊我們的健康 使我們短受 譬如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在我這麼多年當中 我所見的一個很悲哀的事實 就是很多屬臣的偉人 他們有超級神跡 但是他們有超級短命 其中一個就是 中年就死的 Bensonida Hoser 很出名的 他一生叫成 二十幾個人從死裡復活 但是他中年就死了 就是心臟病死 剛剛那時候才搞完聚會 哇! 超級神跡很厲害 轉過頭就 跟別人驚訝 就打在這裡死了 為什麼呢? 誰想知道 因為原來我想你知道 就是 神的特性 是要你給你理解 神是帶著 榮耀和智慧 去用他的權柄 但是我們人的偏激 只是求一件事 我們要求勁 求能力 但我們不會接受 其他神在光輝 他的榮耀裡的其他特性 我們不喜歡 但是你一定會受到審判 明白嗎? 你一定會在神的審判當中 所以在歷史上 你要看到 過去一百年當中 有多少有超級勁神職的人 都是死在蟲病當中 中年就離世了很多 有些甚至還未踏到中年 Jack Cole就已經死了 他們是超級神職的 但是他們沒有超級智慧 在他們的處理教會 管理 他們的經濟當中 都直接是不行的 完全不行的 他們在他們日常生活當中 是羞辱了神的 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明白嗎? 所以原來我想你知道 人按著人的偏激 永遠都是選擇 信仰當中的小部分 這個你見慣了 很多人都是 選擇在教會當中的祝福 不會選擇付出 都知道諸如此類 但是問題 去到其中一個最狹窄的 我發覺 很多人將信仰和現實分開 就好像現實不是神創造一樣 現實是神創造的 這個世界是祂創造的 在有生之年 你除了學習神的能力之外 你一定要學習神的智慧 因為神智慧的深度 同樣是祂希望 我們在有生之年去學習 在這段經文 讓我們知道的原因 就是因為每個時代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使你付足的 每個時代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使你長壽 現在不是等於有錢人就長壽 是不是? 世界上有多少有錢的CEO 就好像我提過 Apple的CEO 不是一樣的癌症嗎? 是嗎? 它是壯年而已 為甚麼? 有錢就可以了嗎? 不是的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時代當中 你已經不可以不跟著整個步伐 而智慧在會的時代當中 它就會提點你 用甚麼方法活在那個時代 你是會長壽 你是會有富貴 如果你藐視它 或者有人把智慧教給你 你那種高傲 藐視它的話 那就該死的 我也要祷告求神叫你快點去 明白嗎? 因為你哪能配得去藐視神 在那個時代給你智慧? 你哪能配得去? 神給你的時候 你應該會感恩 而不是去藐視 你知道嗎? 所以變成 在現在這個時代當中 我講的是 越有錢的人就越短命 OK? 越繁忙的人 越現代生活方式的人就越短命 而這一個是因為甚麼? 是因為這個時代當中 你沒有智慧的話 就算你成功 在你最壯年的時候 你就要離世 明白嗎? 所以我現在講的 這些資料 其實你其實希望 其實你應該早20年聽 明白嗎? 因為 一會兒會讓你知道 譬如說 吃六餐至八餐 最好是甚麼時候開始 誰想知道 是你一歲的時候開始 明白嗎? 不要說現在也不開始 明白嗎? 你簡直對智慧 沒有聲音 因為為甚麼? 你想想我們出生的時候 嬰兒一天吃多少餐 你想想 一天吃一餐 他會兩、三個小時吃一餐 是嗎? 這個是神設計 我們的身體 是對於一些很容易消化 急激吸收入身體的方法 的一個最好的奢侈母 所謂 是讓那些小孩能夠成長 無論智商、發育當中也正常 你嘗試回去 你女兒、你兒子 從今天起司 一天一餐 我看不用兩個禮拜 你已經叮了 你那一餐 他吃夠夠那天 OK? 女兒不用怕 雖然一歲 一歲就一家論 喝下去 你幾天就見主 他沒有可能一天一餐 是嗎? 你看到 從我們一歲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 根本的身體 最好的生存的智慧 是六至八餐 有些還吃了夜奶 是嗎? 小孩子、小女兒 但問題是 現在我們三、四十歲 我們直接道行逆思 而我們不自知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些智慧 教給你聽 隨時在這個社會 是二、三十年後才知道 但如果你二、三十年後 剛才早 是太遲 你要記住 現在我們已經活入一個時代 哪有聽過你身邊 有些人 是患癌症而離世的巨手 而發現 他們患癌症而離世 中間那段時間 是大約一年 你一聽他患癌症 他一年左右便離世 你聽過這些個案 我想你舉手 二、三十年後 你見不見 我們已經活在一個時代 當你知道自己是癌症 你是不會有十二個月的命 到時你連聽我的訊息 你還沒聽得及 明白嗎? 你做都還沒做得及 十二個月 是嗎? 我們做呼吸飲水都喝了幾個月 是嗎? 我會問你 你放心 但你想想 十二個月你趕得及嗎? 明白嗎? 你不覺得驕傲 你不能驕傲 你藐視智慧的話 那你就下班 只要創造智慧的法則去做 每個時代都有智慧 使我們在那個時代活得搶手 每個時代都有智慧 使我們在那個時代當中 不需要用骯髒手段附足 但如果你藐視的話 你一定要用骯髒手段才附足 而你一定要短命 明白嗎? 因為就算你想要靠西醫 不是等於這個時代很棒的 OK? 那你會更短命的 你靠西醫 OK?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變成 增延這一段的經文 其實是每個時代當中 噢! 那上個時代有個智慧便足夠了 這個時代不用了 不是的 有些東西是新的發明 新的東西 它可能是好 亦可能是極之壞 但是你沒辦法知道 今天我就會說一件 其實如我所說的 生化武器是其中一件 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首先看看圖一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一個概念 就是現在 300 加反式脂肪 再加上致命飲食 就是每日部飲食 餐數少而 不是小食多餐 這樣 就一定 全身的酸性就會多 這種的習慣會導致你很多痛症 你的身體是根本放棄了去修復自己 因為我會告訴你 人類身體的機能是有三個潛意識的鎖 第一 它要完成第一個鎖 才做第二個鎖 人類的身體機能 第一個 它最重要的命令就是 叫做生存 叫做生存 然後你能夠生存得好 它才會考慮生活 叫做生活 叫做生活 即是讓你的眼睛 你的智商 你的生存代謝會快 那時候你就會有120%人 但它考慮了生存之後才考慮生活 但考慮完生活之後 才考慮健康 叫做健康 沒錯 它有餘力 它才會幫你治療 還有使得你的身體不斷 rejuvenate 就是不斷地修復 但你會看到我們現代的人 三、四十歲的身體已經 reject 是不修復的 經常說這裡痛 那裡又扭傷 這裡 但是幾年 幾個月 這個已經告訴你 你已經有一個非常錯誤的策略去生活 什麼叫策略 謀略的靈 其實簡單來解釋 就是什麼 誰想知道 就是 按著你所知的原則去佈局 OK 比如我投資 如果有策略的話 就是按著我知道關於投資的原則去佈局 那就叫做策略 但問題是 我們的生活起居 當有人教你如何佈局的時候 你輕視的話 那你就下班 明白嗎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 你是沒有策略 你一定不能夠 不能夠在一個這麼深奧的題目當中 去比別人更厲害 因為你活在同一個大染缸 同一個污染了的一個環境 我們無論吃的東西 我們呼吸的東西 我們住的地方 都已經被污染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有策略 我們要理解一些原則 然後去佈局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會被整個大染缸 推著我們 向著某個生活方式 某一個食物方式 某一個心態方式 去過我們的人生 我們再看看圖一 所以你會看到 300反式脂肪 再加上致命飲食 就會導致我們短命 OK 我們甚至不短命 都起碼一定沒有辦法健康 好 好了 首先我們在之前 首先介紹了我的身份 再叫大家舉下手 第一 首先我們看看圖A 首先我是這間教會的牧師 我建立了這間教會 已經25年了 25年都一直我是牧師 雖然悶一點 不過都做到現在 即是我說你們悶一點 可能 但是同樣我也是一個 自然療法康健醫師 這個是我的執照 你需要一些 自然療法的學位 你才可以得到這個執照 我們看看圖B 這個執照是加拿大 這個康健醫生審核委員會頒發的 他是加拿大一個半官方的委員會 是專門監察安達樂省裡面的 所有自然療法醫生 我們看看圖C 另外也是一個國際註冊高級中藥師 這個是我的執照 我們看看圖D 就是IPCA這個國際執照認證協會所頒發的 我們看看圖E 你可以在中國國家人才網 專業人才備案表 你可以看到我的專業身份 換句話說 我在中國和加拿大都可以執業的 好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智慧的執行 看看你們有沒有做足 因為記住 你只是聽過智慧 但你不執行的話 那個原來就不是智慧 明白嗎 沒有執行的智慧 只是知識而已 只是指上談兵而已 是你不會得到那種祝福的 基督徒和人童的原因 就是他們特別多智慧 他們說智慧 是的 因為他們聽過真理 他們都會走 他們聽過道 他們都會走 所以譬如我教這些 全部是一種智慧 在你執行的時候 你才會得到那種好處 好了 那麼過去 第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兩個星期裡面 哪一位呢 你有每一天都喝兩至三公升水的 舉手 搖一下隻手 不錯 我們舉掌多謝神 好 接著過去兩個星期裡面 每天都有做三次 這個一四二呼吸的 舉手 搖一下隻手 哇 少了些 OK了 我們也舉掌多謝神 OK了 看了你們兩個星期 我想問一下 其實在座當中有做這個 一四二呼吸的弟兄姊妹 你已經開始發覺 有一些毒素 或者一些東西發出 最明顯的是你以前那類的病 例如你常常是鼻敏感 你會發覺有幾天 會發出鼻子 不斷傷風流鼻涕 發了幾股便沒事了 即會有排毒現象的發現 即是喝了這個水 以及做了這個呼吸之後 你已經開始有這個現象 或者已經出現過這個現象 我想有哪位是有這個現象 我想你舉手 舉高一點 搖一下隻手 OK 已經開始有排毒現象 記住 尤其是呼吸 它的所有排毒現象 就是你的身體 去選擇長壽的時候 所排出來的 所以你越排毒 越能夠做的秒數 去到十秒的話 而你的毒是不斷排完的話 那你的壽數相對 就是你的DNA 製造出來的那個歲數 它就會長壽 所以變成 在呼吸所排的毒 跟普通你吃其他藥物 排的毒是不同的 它會使你長壽的 其實我們要看到 今時今日 不是有錢 或者是幸福 或者是你得到人生的快樂 你一定是可以長壽的 可以健康的 不是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 當然全世界很多人都喜歡 移民去美國 但現在美國的光景是怎樣 其實美國的光景就是這樣 在現時美國人 當中三分之二的人 三分之二 即三個就有兩個 是過肥的 而三個就有一個 即三分之一的人 是癡肥的 我想想想想 如果我們教會是這樣有什麼景象 你看看 即是我們教會 那些肥肥的人不多 但如果你們三分之一是癡肥的話 這個門口 真的要鑿開多兩個門口 才能入到你的聚會 而事實上 美國的密西西比 是全美最肥的州 在2008年的時候 它68.1%的人是癡肥的 即是三分之二的人是癡肥的 在這個州 你想想 現時你去的時候 你發覺真的 有一點很震驚 好像家通人物 個個個都是大通瓜 走出街 癡肥的 不是癡肥的 所以現在全美 其實有五千八百萬人是過肥 四千萬人是癡肥 它是全球之冠的原因 就是全球來說 吃得最多的國家就是美國 而同樣 鼓吹吃三百的國家也是美國 而他們也是習慣這種致命飲食方式的國家 所以在全球當中 它算是其中一個數一數二 短命的國家 所以你看到 就算這些人完成了他的美國夢 移民了去美國或者什麼都好 但如果他沒有了異象 沒有了智慧的話 其實那個只是一個墳墓 一個早死的墳墓 而事實上 我們知道癡肥 基本上已經是 比普通人多幾倍 他們會患糖尿病 乳癌 腸癌 前列腺癌 心臟病血壓高 以及中風這些病 包括老人癡癌症 柏金信症 總之癡肥 比多人高幾倍的風險 會有這些問題 但這不是一個結束 事實上 你會看到 在近代 根本是有方法去解決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 在美國 也開始慢慢去研究 關於肥胖的問題 事實上 有少部分人 發覺他們是戰無不勝的 用一個方法 那些人的癡肥就可以解決了 這個已經開始普遍了 但問題的聲音當然也不會大 因為他們如果不知道 問題在三法和傳染 只靠這個方法 都不一定是全部百分之百得 但這個效用已經證實了 是暫時現時世上最有效的 可以使我們保持健康的方法 就是一天吃六至八餐 這個現時已經是一些健身人士 甚至是一些教練 用這個方法去幫助他們 一些人去保持健康的 效用程度 是說一個教練可以幫助 五、六千個人 在短短一年裏 可以達到保持健康的效用 就是很簡單 就是六至八餐 在上個星期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 我們一定要避免 但是三白是很難避免的 就是白麵粉 白米 和白糖 是很難避免的 為什麼很難避免呢? 因為你避免它的時候 是很昂貴的 這三樣東西其實是很便宜的 並且甚至是可以說 無處不在的 到哪裏都已經是 有人加了白糖去 白麵粉 或者是給你吃白米的 就算我們吃的米粉 和可粉 都是用白米做的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吃的麵 很多這些 我們出去一叫就是 中國人都說 開口說吃飯 吃飯 請你去吃飯 真的嗎? 即是飯 現在我們說的白米 已經是三白的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是很難避免 這個三白 它是無處不在 平價 如果你要避免它的時候 基本上你食用的價錢 可以比常人歸四倍 你明白嗎? 歸四倍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所以這就是 將很多人撥進去死形 你明白嗎? 因為現在真的便宜 但我們的生水 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不能夠 下一樣有機 那樣有草米 這樣的煮法又不同 因為燈油火腩也比較多 因為你煮白米 就比較容易 你煮糙米 你又要浸 又要焗 煮的時間又要長 每樣都長 每樣都貴 並且每樣 例如糙米 它保存其難 所以它買回來的時候 比白米貴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一般人 如果你想用其他昂貴的方法 貴成四倍的生活方式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給得起這個代價 而 就算你給得起 你一不小心 你一出外便吃到三百 但是在香港 這個生活環境 就真的很難 你不出外吃 所以變成 我們聽過香港 有些大明星那時候 例如羅文 他患癌症 本來都痊癌 但最後 他就說他無法嫁 最後都死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智慧 你有錢 出名 很多明星 一樣有錢 死了 留下很多身家 但為什麼 他就一樣 死在痛苦當中 原因就是他沒有了智慧 又或者甚至藐視智慧 所以其實我們要考慮的是 一個最有效 最簡單 最便宜的方法 去處理它 因為其中一樣 就是三百 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吃到它 尤其是大量的話 他的血糖是我們超標的 是我們身體能夠應付的幾十倍以外 你不能餓的 是幾十倍 OK 你的身體不是設計 是面對一個 幾十倍的血糖 突然間一股腦 丟進你的身體 你可以二、三十歲 在那裡牙刷刷 到你三十歲之後 隨時你就會發現癌症 但你發現癌症的時候 你已經不能超過十個月 十二個月的牙刷 很多時候一年內就收工了 你知道嗎 所以沒有很多牙刷 你發現已經太遲了 很多人是很遲才發現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預早知道 這些毒害是很可怕的 它的酸性會聚集在身體不同的地方 小小的病痛不是代表了沒事 很多時候是代表了人憂 但我們一定要讓身體去到第三個階段 記不記得嗎 身體潛意識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生存 第二個是生活 第三是健康 當然我們現在會不斷考慮健康 但你的身體會考慮生存 因為我們的潛意識會做到 按照你日常生活當中 是你生存的這種模式 所以我們不用想想 但如果你不去考慮 我們一個健康的飲食的話 就算你吃多少藥 只要你的身體不考慮健康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使他健康 你一定要讓你的身體自己考慮健康 你就會健康 但一定是如我所說 你要用智慧才可以做到第三個階段 而很多治療法醫生 一直是個別的教你治療病 西醫又更加危險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這種方法是沒有辦法讓你的身體 考慮健康的 你要看到腫瘤就知道 一過完這裡就會擴散 為什麼 因為身體不考慮 他不考慮健康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足夠的能源 給他去思考這麼奢侈的事情 在他來說,生活已經是奢侈 生存是最重要的 所以現在我們在吃的東西 其實你每一天吃的 每一頓 你的身體第一時間 就是想著不死 因為你吃的那種 血糖的量大到的階段 可以把你的血裡的酸度 不是變一度 是變兩至三度 所以你每一餐 你的身體只想著生存 他哪有時間去考慮生活 以及考慮健康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原來以現時三百 即是這種精製食品 用在薯片 用在我們很多的食品裡的這些物質 其實是導致我們的身體 極之酸 所以他只能夠不斷去考慮 這幾十倍的超負荷的生活方式 他只是考慮生存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考慮 我們健康 身神代謝快 但是老的時候 我講老 現在這個時代 三十歲已經叫我開始老了 開始老的時候 你不能去考慮 身神代謝開始慢 你的身體不考慮健康 你已經這裡有痛 那裡有痛 那裡有舊患 那裡有舊患 跌傷了的地方 幾年都有舊患 一有天氣轉的時候 那裡有阿痛 那裡有阿痛 是因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的身體 否定了去醫療 他否定了健康 因為他沒有時間去注意那件事 因為我們的身體 不是這樣設計出來的 所以在上個禮拜 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記住我現在所講的資料 有些我會花一個或者兩個禮拜 但有些我不會 我只講一個禮拜 所以是時候 如果你所做的 就花時間去研究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按著智慧去做 不要藐視他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年的時間 在主日講座 好像變成分享 分享醫療 對吧 雖然我是個醫生 對吧 即是一個戰利法醫師 但這不是我建立這間教會的目的 但我會並不盡 把健康去教你們 因為原因 在接下來這幾年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去享受神的復興 明白嗎 去享受侍奉當中的樂趣 因為你有病痛 你連聚會都回不了 什麼享受侍奉的樂趣 明白嗎 你乘車回來的時候 就在巴士都暈倒 明白嗎 你也沒有那個健康 對吧 所以變成 這兩者是要並進的 當整個復興來到的時候 我們情緒高漲 真是不知累的 但你的健康 就會去到一個極限 一個超標 希望我們兩個智慧都擁有 所以變成 兩者都要教 一個在栽在 就會教大家 預備一個很龐大的恩高和復興 但另一個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在自然定律當中 我們有超乎常理的智慧 去使我們擁有一個 與別不同的身體 與別不同的健康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了 一天六至八餐這種新的 吃的方法 就是吃東西的方法 其實這個 所謂說 新的不新的 自從人類出生的時候 已經是 我們的設計根本 是適合這件事的 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設計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的設計根 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的長葬 長短度去分 食草食食和食肉 我們是雜食的 但是我們的長葬 其實最優良的吃東西法 大家從我們出生的 頭幾個月 在母覆裏面的時候 直到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人類設計 根本最好是一天吃六至八餐 這是最奢侈 最健康 而且會導致 你可以有超乎常人的 體能的一種吃東西法 但當然在近代來說 是一種很新的 從來沒有過的吃東西法 但這種吃東西法 在以前來說 我們的身體 其實是游刃有餘的 游刃有餘 即是我們的身體是這樣 你把一邊的肺切了 你也可以呼吸 你把肺三分之二切了 你也可以生存 你把你的腎一半割了 即沒有了一邊的腎 那個人也會生存 所以有人會去捐腎 但是我們已經活到一個時代 整個環境 將這個游刃有餘 已經扼殺了 明白嗎 我們一定要回到 我們的身體構造當中 最後一個絕招 就是我們去吃六至八餐 這是最後的絕招 因為我們以前的游刃有餘 在我們五百年前的祖先 就有了 在這個時代 自從工業革命之後 自從現在食物、食品那種 毒性這麼強大之後 我們不用回這樣的時候 我們已經沒有這麼多人有餘 我們已經被這些食物的環境 被污染、被空氣、被水質 已經毒害到我們 無暇可以應付到 我們身體的腫瘤、癌症 或者是心臟病、血壓高等 所以我們用回這個方法 你就會發現 你的身體會恢復 它是超強的生命力 因為任何一種動物 如果照顧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的生命力是發揮得最強的 但唯獨人類 我們是不斷藉著我們的選擇 在變成我們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近代我們 那種的暴飲暴食 一餐過 這種生活方式 就製造了一代的人 他的健康真的可以說 急轉直下 但如果我們理解了這個智慧的話 我們就可以擁有一個更健康的 健康的身體 有時你注意一下 你吃飲品的話 為甚麼呢 因為簡單來說 就是用一個重溫 關於我們身體的結構 其實原來你的身體 按著智慧去鍛鍊它的話 你的身體是可以面對 是他世上最嚴峻的生活方式 你看到有些人 他不是亂地鍛鍊 但他是有智慧地鍛鍊 他可以變成世界先生的那麼多肌肉 他走過來 他手刮比你大腿 完全不是誇張 例如我大腿21寸 但你知道世界先生那些 是26寸手刮嗎 那個差不多是姊妹的腰 或者是細膝肌仔的腰 你明白嗎 手刮是26寸 人類經過鍛鍊的時候 是我們最嚴峻的鍛鍊 最嚴峻的要求 最厲害難以自信的超人的力量 他們是有的 他們是做到的 但你沒有智慧的話 你卻少許東西弄傷它 在食物上面 在運動上面 在任何的鍛鍊上面 都是 同樣一樣 你會看到 現時我們沒有甚麼智慧 那種食物化 卻是導致我們根本的生命力 是減弱 為甚麼呢 原因是你騙了你的身體 導致它覺得你很命苦 所以它用短命去換取生存 生存是最重要的 你不生存 你24小時都不在這個世界 所以它唯有縮短你的壽命 使你能夠生存 為甚麼呢 我舉個簡單例子 例如我們一天吃一餐 吃東西又不定時 暴飲暴食 一天吃一餐 並且我們的工作又忙又辛苦 那麼你的身體 它全部是用潛意識去運作的 潛意識就會理解了 你是一個非常命苦的人 你是做得多吃得少 而並且 因為如我所說 我們的身體一超過三個小時 不吃東西 便進入飢荒模式 因為它預計你的身體 可以拖著命 所以它長期都發覺 你開動了飢荒的形式 因為你每天吃一餐 即是有21小時 你的身體是飢荒模式 所以在這種生活方式當中 它覺得你不是時時有食物 因為你一吃一餐 而你一吃又吃這麼多 即是你很需要儲存 否則可能你第二餐 不知何時有 於是它會打開你的肚腩 替你放很多食物 為何會在肚腩裡儲脂肪 誰想知道 因為肚腩是最接近你的池帶 我們的身體 最多血管的地方 就是池帶的地方 所以原來飢荒模式的人 一吃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男性 一吃東西的時候 它肚腩這裡的血管就會擴張 而在飢荒的情況下 它就會把脂肪放進去 女性就是臀部 男性就是肚腩 所以你要看到它們的肥度不同 看樣子的肥度 在背後知道它們是男還是女 因為我們不同的位置是增肥的 原因就是 你的身體見你一吃一餐 所以它要處定足夠的食物 要處定足夠的二十個小時 OK? 因為你吃了東西 有三個小時是飽的 但是另外一段時間 就是飢荒 所以它打開你的身體 變成你不是處肌肉 因為肌肉是用很多能源的 所以它會放棄肌肉 它會處很多脂肪 所以你看到近代這種 越吃越少 一天吃一餐 一天吃兩餐的人 又泡 又肥 又沒有肌肉 是一種心類型人 是吧? 好像那些 好像一個冬瓜 走出去的 而故事不是這樣 因為它發現 你是這麼命苦 所以它會降低你的生活水準 它會降低你的生塵代謝 你的眼睛看出去 因為你需要看的時候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去看 和去想事情 是用很多能量的 很多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的眼睛有視 或者視力不好 他們經常頭痛 是的 而事實上 我們 例如一些CEO 去做事的時候 有時做到頭都很興奮 因為我們有三分之一的能源 是我們的腦用 所以它會降低你的B數 讓你低B 你的身體是會這樣的 是的 它會降低你的智商 因為生塵代謝 其中一種最吃力的地方 就是你用腦用很重要 但如果你說降低你的智商 你又這麼粗用腦 那那個人便經常頭痛 經常血不上腦 那接著變成什麼呢? 誰想知道 就是拍金信證 或者老人癡呆 明白嗎? 因為那個是屬於健康 它要你生存 所以它就不管了 它管得後面有拍金信證 或者老人癡呆 但最重要是現在 你生存得到 所以原來它會降低你的生活 因為它為了生存 它會降低你的生活 所以你看出去的色彩又差 你的視力又開始差 你老的記憶力開始差 為什麼? 因為它降低你的生存代謝 你的思想越來越慢 想一些事情 明明很久都想不到 你經常會善亡 而原因就是你的身體 在日常生活當中 死坑死底的能量 是讓你能夠吃一頓 可以維持24小時 所以你只有半條人命 即是喪屍的人 聽覺又會差 其實你會看 逢親那些人 吃好小餐素的那些 你發覺不到40歲 聽覺就開始慢慢弱 視力又開始弱 思想又有點弱 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身體 是降低他的人 差不多半條人命以下生存 因為是低於40% 你的身體是降低於40% 有些人只有10-20%生存 所以一夜吃一餐的人 你會看到不僅是 開始肥 並且開始牛 猛 開始 不止 他的消化開始差 因為消化也需要生存代謝 那種血液 原因是 在卡路里節省的階段 他連消化的能源都節省 但不僅 並且這個人開始被動 開始沒有那麼多開心 沒有那麼積極 為什麼呢? 誰想知道 因為原來你的身體是自然反應 你的身體當發覺要節省能源的時候 他就會釋放少些肥胎 譬如舉個很實際的例子 你便會明白 譬如在冬天 你發覺你沒什麼心機去玩 經常睡 累 你明白嗎?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身體知道要節省能源的時候 他會使得你的情緒 釋放少些開心的激素 他不釋放 讓你不要弄那麼多事情出來 讓你不要那麼積極 你不要那麼喜歡戶外 不要那麼喜歡玩 主要視乎那個人是越來越憂鬱 和消極的 是的 你身處在者低 另一件事 你的身體自然就控制你的情緒 導致你的情緒 一定要消極 你不消極的話 你會用很多能源 你又給不起 那便死在街邊 可能死在街頭 像你命苦 現在 你可能在街邊餓死 因為你一頓飯要吃頂廿四個小時 他不像你這樣想 我忙 我吃了麥當勞就算 不像你這樣想 你不會用一個robot mind 一個潛意識的計算 去計算 所以他會使得你越來越喜歡 只會喜歡攤沙發 也會看電視 只會喜歡做這些事情 一放假又會在家裡 如果你看到 明明年青人 一放假只躺在家裡睡到下午 已經告訴你 你的身體已經叫救命 明白嗎? 差不多已經不想活了 明白嗎? 因為他已經完全 你的身體收服不及了 完全放棄了生活那種幹勁 他連身體的賀爾蒙都降低 所以你會看到 不是說我沒有病很痛 我需要用這個方法 不是的 其實原來我們有一個很有幹勁 是可以有絕對積極 絕對超乎常人的體能底下生活 因為我們不單止不病 或者健康就算了 其實原來你的身體 可以從這麼多方面去截散開始 而導致真的沒多久 你會慢慢發覺 我真的要一天吃一餐 而病出那餐也不吃得多 那你會發覺 這個人就會方越下 但相反 你會發覺 如果一個人一天吃六至八餐 就不同了 因為為什麼呢? 六至八餐的時候 首先看看圖二 一人吃一餐的人 一人吃一餐的人 一人吃一人 就是這個飢飽模 就是你看到 他吃到休克了 而他的身體 因為他吃一餐 所以告訴身體 你一定要去儲藏 如果不是 我只有一餐 你怎麼餓二十四小時 所以身體不長肌肉 只是長脂肪 但與此同時 又會導致 他各方面的機能 開始 一路低下 生臣代謝 但是如果我們一天 吃六至八餐 你看圖三 一天吃六至八餐 原來你的身體 就會立即發覺一件事 因為你吃六至八餐 有時還是吃得好 有時是菜 有時是水果 有時真的會吃飯盒 但問題是六至八餐 你的潛意識 第一知道一件事是甚麼 你隨手都有食物 你隨時都有食物 那不是飢荒 我不用儲 我需要儲 你三個小時就有了 你三個小時就有了 我儲你做甚麼 他第一時間把脂肪放棄 為甚麼呢 因為原來你的身體 用碳水化合物 合成脂肪 是一個非常漫長 和辛苦的工作 其實你的身體 迫不得已 是不做的 是不做的 但問題是 你用那種生活方式 迫到它用這麼辛苦的方法做 而做到的階段 會勞累你的身體 是嗎 即是你直接用肝 去製造很多脂肪出來 所以其實那個是被迫在後才肯做的 其實你的身體 不是不喜歡做脂肪的 其實 但因為你用一種命苦的生存 它唯有用 但如果你三個小時就有了食 你發現 你隨時都吃到的 於是乎 你會發覺 它無論是你的身體裏面不處脂肪 第一 不單止不處脂肪 現在呢 它完成了第一樣 如果這個人 現在在食物上一定沒問題 三個小時一餐 是吧 所以生存已經沒問題 於是它就會 鋪起身體 進入第二個模式 你的前面懂得做的 它鋪起身體 進入第二個模式 就是鋪起生活的模式 因為你的身體肯定知道 你有雙眼的 當然用來看東西 而且要看得漂亮 是吧 你有雙耳的 當然要用來聽 並聽得清楚 是吧 於是它會鋪起這個模式 讓你能夠享受生命的色彩 OK 而並且它會把你的肥胎 不斷釋放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有一個秘密 原來每一次我們吃東西 都釋放肥胎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為什麼這麼喜歡吃東西 一吃就不懂得停 因為它越吃越開心 對嗎 但如果你分六餐的話 你會開心六倍 OK 不用說是一頓 只是開心一次 然後另外二十多個小時 你一試試吃六餐 你沒有時間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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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所以你何必要 如果你想吃東西這麼開心 為什麼你不分多點餐數呢 使得你的開心 習慣身體一天分六次 還有原來我們的身體 新陳代謝的boot up法 很有趣 所謂boot up就是開機 就像踏車一樣 其實原來可以分六次 或者八次 你每一次吃東西 身體的新陳代謝會提升少少少 但它會維持這段一段時間 直至到你下次吃東西 但如果我們吃一餐的話 每天你只走起了一個階段 就像走一波一樣 走一波 走一波 然後睡了 第二天又起床吃東西 又走一波 但如果你那天 吃第一次走一波 吃第二次 他會走第二波 吃第三次 走第三波 原來用這樣的方法 將我們的身陳代謝 可以提升的 身體 所以為什麼我會提到 在最後結束會講長壽足 就是最後那一餐 你也會吃 例如第八餐 但要吃粥 因為它撻起了 身陳代謝是更強 但你給它消化又是少了 相對 那你的身體就會怎樣 它就會將有餘的精力 不僅僅是生存 不僅僅是生活 去到第三就是健康 明白嗎 它去到健康了 它就會開始醫治 所以有些人本來說 三十多歲就會離世 在夜晚吃長壽足 它會到九十多歲 為什麼 它不用看醫生嗎 它不用抬去醫院 在這裡睡到九十多歲嗎 不用 因為你的身體自然會 顧慮健康 當你考慮到生存生活之後 第三它就會考慮健康 所以關於生活 它就會給你肥胎 讓你很積極 大家不知道肥胎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身體會釋放一種快樂的激素 快樂的因子 是會讓我們自己開心的 所以譬如有很多時候 它有很多方法可以刺激它 無論是呼吸 運動 吃東西 或者吃魚油 吃Omega 3 都會出現很多這些肥胎 就是我們的身體 這些已經被證實了 所以它為了生活 它會導致你更加積極 你不知道為什麼更加開心 你會更加喜歡外面 你經常會喜歡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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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有心情去外出的 我們經常都要等待那個心情 很多事情要齊全才有那個心情 你越老 就越沒有喜歡外出的心情 其實是因為那種所謂的心情 就是你的身體荷爾蒙的激素 所分泌出來的 但如果你一天吃六餐的話 你的身體很快 長期就會有這種積極的心情 積極參與的心情 你明白嗎? 做任何事情 你都會主動的心情 是會的 這種激素會釋放出來的 這是第二步它會做的 而第三步 當你第二步它都做得很好 然後又覺得 你保持住 因為現在你記住 我說的一日六至八餐 是以每日計的 然後我說的 以每日計 就是說你每天做 它每天就是 那一天會給你那個 所謂奢侈母 身體生存的奢侈母 但你之後整個星期不做 那整個星期就會慢慢一路跌下去 好了 它解決了生存 接著它會考慮到生活 而生活已經達到120% 它就會考慮你的勞損 其實現時現代醫學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 勞損或者還疾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根本沒有用額外刺激 或者鑑躁逼它放棄某些東西 而去醫治這個勞損或者還疾 我們的身體不敢做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太差 我們吃東西的習慣太差 但我想你知道 當你能夠去到 一日吃六至八餐 而甚至是吃好的東西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把橫疾和勞損 全部割開 就像我們所謂的老人班 其實很多人都說是腎或者肝的瘦 才是極其 其實已經放棄了去修理你的身體 你才會出現這些東西 但如果你的身體是肯收你的 這些就不會出現 所以你看到中醫有時吃不太的藥 其實它只不過把你的健康 從這裡掉到那裡 在這裡處理 但是你吃東西的習慣不改善的話 始終你的身體整體來說 都是會放越下的 所以你會看到 原來當我們能夠攀起這個機制 基本上如果你問我平均 我們去到第幾餐 你的身體才會考慮到健康呢? 誰想知道 就是你能夠吃到第六餐 所以六、七、八這三餐 就是你的身體會考慮健康的 第一和第二 就是這兩餐 就是身體考慮生存的 第三至第五餐 它是考慮生活的 OK? 但問題是去到第六至第八餐 它是考慮你的身體的那種健康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分成六至八餐 但不是你怎樣也最好有六餐 而不是說 我可以掛口 我可以不做 大家放長眼睛看 對吧? 因為你不能餓 到每個人都健康的時候 你拿著拐掌 和你年輕的人的時候 你就醜了 明白嗎? 原因是 其實以前不是那麼嚴重的 但現在來說 是一個挺重要的特質 因為 因為 重要到 程度是怎樣呢? 重要到 現在就算是世界上做健身的人 他們就算有很多藥物 很多鍛鍊 如果他們不是吃六至八餐 他們都不會有這樣的肌肉 對 因為這個真的可以說是最後防戰 如果你怎樣鍛鍊也好 你怎樣厲害的食物也好 他們是吃足的 我在說 基本上一個世界冠軍 他每個月吃的食物 大約最便宜 我說的是最便宜 世界冠軍 最便宜 那些拿到冠軍比賽的那些 最便宜是五至八萬元 已經是最便宜的了 對 只是食室 但他們都一定要六至八七 否則他們都沒有辦法 做得到我說的 所以六至八七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是讓那些身體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健身的人 他不僅是要生存和生活 他要修復得很快 他的肌肉要修復得很快 因為他做健身的時候 骨骼的勞損比常人更加多 他做一個動作的時候 做成百下 他的軟骨組織 全部勞損都要被人修復得多 但他們都沒有誇張過 如果不吃六至八餐 他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身體拒絕是不肯去修復這些軟骨組織 不肯去修復這些肌肉 你去到這個餐數 身體就立即打開了 他就肯到處去修復你的身體裡面 無論什麼疾病 或者其他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 很有趣的 因為現在說的 很多健身的人 他用六至八餐這種食法 其實他們吃的糖粉 是比常人多三至五倍的 現在我們說三百 他們都吃的 他們還要給你吃三至五倍 但他們沒有糖尿餅 如果你喝過他們的飲品 你真的 我已經很喜歡喝甜的東西 誰知道我喜歡喝甜的東西 很多人都知道我喝甜的東西 我喝的飲品到現在 我是不喜歡甜的東西 因為真的太甜了 我只是吃的飲品已經不夠甜 我平常已經是鹽一些東西是甜的 以前是不會的 以前我因為沒有吃的飲品 但原來你有這樣的健身 這樣的餐數 你的身體應付這些糖分 是絕絕有餘的 應該會告訴你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記住六餐裡面仍然都要合乎 六至八餐合乎的現象就是 最早的餐是可以最豐富的 當然不是豐富到八小時才能消化得到 最早的餐可以豐富一點 最晚的餐 最晚的餐是長壽足 我會給你們一些資料 肯定有這個資料之後 你以後都知道 知道所有長壽足的秘密 誰想知道 在最後我們會說 所以你變成第一餐 你會多吃一點 但有些人會說 我其實是吃不到的 但鑰匙永遠就是 你慢慢調節 每一餐的食量 是計算到三個小時後 你已經有胃口肚餓 去吃下一餐 那樣是最好的 最初你可能真的餐一餐都要很小 但後期你會慢慢發現 早餐真的要多些 多些但還是三個小時肚餓 你用這個方式 早餐是多些 然後晚餐最後的餐就是最少 這樣你就會發現 你的身體越來越好 你的思想越來越快 不單止你的心情會越來越好 並且你發覺很多的環質 是沒有了的 就像小孩一樣 身體會恢復得很快 還有所有體力勞動 你的恢復程度 是快得很可怕的 例如我舉個簡單例子 我用這種一日吃幾餐 我試過做二十八日健身 一個星期做五、六天 我試過在星期一去做 大約八、九十下引體上升 在三十分鐘內 但星期二我是一直加的 下數加到星期五 做二百多下引體上升 在四十分鐘內 但我每天都能恢復 全部都是 而變成我恢復了之後 然後再加那個下數 會去到這樣的程度 原因就是你將它分八餐的話 你的身體的恢復程度 是超乎常人的 這樣 所以原來我們的身體 當你去到這樣的程度下 你好像小孩一樣 即是無論運動、體能 你一睡完覺就已經恢復了 不要像我們這樣 好人做 和我算打羽毛球 差不多明天就要拖進醫院 明白嗎? 因為醒了的時候是這樣的動作 這樣在床上 明白嗎? 為甚麼呢?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 你以為你的身體不知道 你那裡有問題嗎? 你以為你的身體不知道 你算痛嗎? 不知道你扭傷嗎? 為甚麼不容易呢? 年輕的時候十幾二十歲 是因為你根本不讓他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預算 即是有這樣的經濟 能源的經濟去做這件事 是沒有的 簡直是沒有的 但如果我們這樣六折八餐的話 他就絕對有足夠的經濟 他知道第一時間就要做這些 明白嗎? 所以記得鑰匙就是 你一開始一定要有一點習慣要調節 總之千萬不要吃任何一頓 除非有時被迫去吃自助餐 不能說 但問題是不要吃任何一頓 要六個小時才能消化 這樣便會打破了那個平衡 但記住 如果你整個星期都是吃六至八餐 偶然吃一頓自助餐 你都會發覺三個小時都消化了 很有趣 因為你的身體就快了 但你長期這樣便不行 你用這樣的方法 你會發覺你的身體很快 有足夠的體能 暫時調動去消化得到 好了 為何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這是一個時代智慧去幫助我們 因為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幫你吃六至八餐的話 三百這種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消化 這麼容易吸收的碳水化學物 是好的 對肌肉生長是好的 你知道嗎 所以說真的 在歷史上他們發現 有兩樣的東西 對健身是最大的突破 誰想知道 我不說你不知道 第一樣 就是所有健身 最早年半世紀前的 所謂世界冠軍 全部都供應的 他們發現了奶粉 發現了用乳清蛋白做的奶粉 我遲些會說 世上哪些是最好的乳清蛋白 或者是蛋白奶粉 他們發現 因為他們使得我們快消化 但是他們因為有大量運動和新陳代謝 他們又不怕多了血糖 而第二樣是牛肝丸 這個我會遲些跟大家說 是美國軍部做過的一個實驗 是正經當時的軍部 在1951年的時候 到現時來說 暫時沒有任何完美食物 可以說鍛鍊肌肉比牛肝丸更好 這個遲些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已經在幾個月前 和家序負責人已經分享了 這一點 原因是我們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原來我們的身體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為什麼世界上有長壽足呢 是因為原來那種食物 你不需要浪費 我用浪費這個字 你不需要浪費能源去消化那種食物 其實對身體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你不用對的方法 你無福消瘦 所以其實粥是不需要消化的 譬如像一些豆 或者煲爛了的豆 這些長壽粥 吃的時候你不需要消化 所以它會使得你的身體 是淨賺的 你明白嗎?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當食物 你的身體當作是一個機構 吃東西就像賺錢一樣 如果你搞一間公司 搞一間公司 每一個月 誰知道淨賺呢? 你當然要扣了薪 扣了燈油火納 扣了這些租金 扣了交稅 那你才叫做淨賺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交租 就像現在網路2.0 很多人都用網上做生意 其實現在世界上 爬升了最快的生意 就是在網上做的 你不需要交租 甚至不需要請員工 甚至在網上做生意 很多時候是根本不用納稅 你明白嗎? 那你的淨賺是否多了? 沒錯 原來我們吃一些 這麼難消化的東西 量又大的話 我們直接受不了 它在裡面開始腐爛的話 你那種的消化 不是淨賺 是白舌 現時很多的食物 都是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如果我們吃粥 我們就真的淨賺 原來它裡面的營養 它裡面的好的東西 都全是淨賺 那麼 300其實是類似這樣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們吃的量太大 大到你無福消受 如果我所說 它是你的身體應付到的量 是過了十倍或者幾十倍 但現在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法 就是我所說的 吃六至八餐的方法 就會變成怎樣呢? 我們嘗試看看圖四 你還不是我說的概念 就是你理解的原則 你用一個新的佈局 就會寫到三百成為你最好的食物 因為其實你不需要那麼多消化 而你是淨賺的 它的卡路里 就是原來你每天吃六餐的話 能夠對付血糖培增的原因 因為你吃六餐 每餐身體所應付的血糖 是不是少了很多? 因為你不是一份 你將它分了六份 所以就等於六份一 那你應付是否移了六倍? 好了,第一點 你已經移了六倍 第二就是這麼說 原來你吃每一餐 你是攤著新陳代謝一次的 你攤六次是六倍的 所以如果你吃六至八餐 所以這裡是六份一至八份一 你應付是移六倍或者八倍 但是你有一個快了六倍的新陳代謝 那你是比別人更多了三十六至四十八倍 能夠應付血糖的力量 明白嗎? 就是這麼簡單的數字 不如我說 這個不就是策略 就是你知道的原則 你預先做了一個報告 很簡單而已 但你說的不是三十六個百成 是三十六至四十倍 不會,你有生之年也很難有糖尿病 你這樣吃法 明白嗎? 是容易很多的 你知不知道嗎? 可惜受算這些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醫生都不會強調這點去教病人 否則很多糖尿病病人 根本就不會有糖尿病 用這個方法去吃 因為你的胰島素已經好 用三十六至四十八倍 好過你把三十六至四十八倍下去 是吧? 你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變了 在這一點 六至八餐是能夠針對到三百 甚至 如果你有吃了足夠食物 這些食物 三百甚至會成為一個好的東西 即是會在你的身體當中 短時間補充能量 短時間可以使你 不需要用那麼多能源去消化 而去得到很多卡路里 好了 在另一個大點 我們進入去講 就是關於在糖裏 我們要小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現在這個世上很流行的一種叫做代糖 記住現在我們在講的關於食物裏面 Transfect我們要避免 三百我們就要分六至八餐 因為Transfect我們要避免的原因 就是因為Transfect 我們身體唯一是要用極之劇烈的運動 才能把Transfect大量排出 所以健身的人 他們就怎樣吃Transfect 薄餅那些沒什麼所謂 這個就是後話 這個詞也會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Transfect我們要盡量避免 但是三百不用百分之八避免的 因為如果你說六至八餐的話 你就會好像正常人這樣生活的了 並且你就一路健康到老都可以了 而 在三百當中 白糖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可怕的代用品 是現在在美國政府和全世界的政府 包括美國的FDA是在鼓吹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給你們一個教育 否則遲幾年 很多人會用了這些代糖而不知道 因為他們的鼓吹是天然 一些是減肥 什麼都有的 什麼資料都說出來 但是全部都是謊 所以我會給大家一些資料去分析 我會跟大家去說這次針對裡面最毒的那樣 因為它是最毒的了 就是用它做一個例子 一個個案給大家知道 這種毒藥 我稱為 政府叫做代糖 我稱為毒藥 叫做阿斯巴田 誰聽過阿斯巴田的巨手 很少人聽過 但你們絕對每個人都吃過 可能吃到瘋狂的也不知道 它的毒性 即使就算不用我說 你上網只要打這個字 你就發覺全世界的治療法醫生都說這件事 都罵它 罵到飛起 我相信當年 這個阿斯巴田的那群罪犯 發明和將它推出去 變成人類食物的罪犯 從來沒有想到 在大約40年後 全世界會知道這個事實 因為它當時沒有想到 有互聯網絡可以將這件事公開 其實阿斯巴田這個題目 基本上你讀自然的化學位 你一定要讀它 才可以 才可以通過 它是必讀的 其實我們所說的阿斯巴田 其實很多物品裡面都有的 看過沒有 大家 這個名字 是嗎 這個是減肥汽水 這是減肥汽水 是減肥汽水用的 我所知 就是它會慢慢噴上 用另一種 不過另一種也有毒 但現在它們自己標籤上也寫著 有阿斯巴田 譬如香口膠 這些 大家都 可能回主日的時候都在做幾個 大家 不用說 每個禮拜都在吃 是嗎 忘了你聽不到我的訊息 是嗎 不夠那麼高科技 聽不到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糖分 但是很慘 因為現在連兒童的維他命 或者鈣片 都有阿斯巴田 是一種甜味的添加劑 很多這些 我們現在 這個 你知道吧 這隻 諸如此類 你要看到 這個 全部這些減肥汽水 基本上 香港住大部分都是用這隻 但有些已經轉了 是用另一隻 香港正在賣舊貨 都是用阿斯巴田 其實 因為它直接被自然療法 去 將它的資料公佈出來 所以有很多時候 你發覺它用了另一個名字 我們嘗試看看圖五 它們用了另一個名字 它們有時候用Sweeter 就算了 又或者用Sweeter的E951 就是阿斯巴田 它的化學名字就是 天門東閃本丙安孫甲之 或者天東閃安 很複雜 但是簡稱就是這個字 你打這個字 就算這個字 你只會在網上看 你不用 今天當然會講很多其他資料 但是你看的時候 你最基本的資料 你在網上打這個名字 你就已經知道 它的來狼去脈 它的歷史 現在暫時是人類食物當中 它是排第一最危險的添加劑 以及最毒的 其實你簡直是 當作它是毒藥就可以了 最殘酷的毒藥之一 是最殘酷的 不是毒藥 而是最殘酷的毒藥 因為它不僅是洗毒 如果你是一個外邦人 或你想報仇的話 你去阿斯巴田 就真的是最慘了 那個人中毒的就是最慘 一會兒會說出它的慘處 但是不僅是 這個會使得 因為阿斯巴田 在一個人的身體當中 是不能完全消化的 是會遺留給下一代 好嗎? 子、子、孫、孫出生都會有 而出生最基本的 一出生就已經低了15%的智商 如果你有召開這個向後膠 現在你是孕婦 那你就不用量了 你的兒子一定沒有了15%的智商 是這樣的 但是它是經過一連串 你簡直聽見 簡直是FDA的代表作的醜聞 當你理解了阿斯巴田 你終於會了解FDA 即是美國的食物和藥物管制局 是什麼 你會了解 它根本不是一個 是為了人類健康而去搞的一個組織 它這個組織根本就是為了 壟斷食物和藥物市場而搞出來的 它全部的手段就是壟斷了它 所以暫時現在在世界上 對你健康的食物是會慢慢消失的 對你健康的藥物是會慢慢消失的 但是只不過是會使得我們繼續維持有癌症的藥物 FDA就會給它出來的 譬如讀自然療法的時候 我看到整個村 那些醫治癌症的藥物是一個一個被FDA被禁止的 全部是沒有任何證明它們有副作用的 但是它給出來的那些全部都有副作用 甚至是在遵寫明是Poison的毒藥 就給你吃了 所以FDA基本上它的組織設計 不是為了洗人健康 而是為了壟斷食物和藥物市場的一個組織 不過很多人都以為它是一個政府組織 但不是是一個私有組織 當你了解這個醜聞你就知道 食物和藥物管制局其實是甚麼 就不像香港那樣是一個衛生署 或者是甚麼 不是那些所謂真的為人民貿福利的 但很可惜因為它的權力太大 全世界都跟著它做的 其實阿斯巴田最早我們嘗試看看圖陸 它開始其實是1965年的時候 有一間藥廠叫Seer 這間藥廠的化學家 這間藥廠是一種抗激洋藥的時候 所發現的生化武器 它直成在歷史上 是被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去批核 作為能夠襲擊整體人口的生化武器 直成是明文提交就是這個名字 就是這個藥 而它的用法是怎樣呢? 誰想知道? 就是加在他們的飲品上 但現在我們就有了 你明白嗎? 待會你會知道它的毒性 包括你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那些人是不是瘋了? 那些人 在國家內你會覺得只是瘋了 是的 它那種毒害明顯得 你會發覺為何自然而法這麼公開說 因為它太明顯得 你會想不到有人會做到這麼明顯的貪污 那它是會導致整個人 即是如果毒害這些人的時候 是會導致他們的腦會產生空洞 導致他們像老人癡呆一樣 他們的智商會降低 很可惜的是現在在市面上 香港來說 有五千種食物 飲品是有它的 你看一下姜寶 五千種 所以還是回家吃東西比較好 比如香港的膠糖 我們就看到了 兒童的維他命糖 減肥汽水 sugar-free的糖果 低脂無糖的乳酪 低脂無糖的雪糕 還有普通雪糕 咖啡 或者像咖啡加的代糖 都是用它 它的毒性明顯到 明顯到怎樣呢? 明顯到FDA要直接領事 即是食物藥物管理的領事 因為為什麼呢? 食物藥物管理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是批准一千上萬的食物和藥物 是不是? 但是你知不知道 它們全部所有的投訴加起來 過去這麼多年 所有食物藥物的所有投訴加起來 佔了八成至八成半 就是投訴這個 你想想,它不是批准一個 它批准一千上萬食物藥物 但是八成至八成半 它們的投訴 是投訴阿斯巴田的 而事實上 只在1989年的時候 他們的接獲的投訴 已經有四千個投訴 太煩了 煩到 它們的醜聞已經爆出來了 於是他將它全面合法化 除去阿斯巴田的所有限制 而定為 沒有人可以再投訴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不需要被監管 所有組織不需要接獲它的投訴 多恐怖 恐怖到已經可以做到這樣 而 這種能夠成為生化武器的阿斯巴田的原因 就是因為原來當人類吃了它之後 就會產生一種代謝物 這種代謝物會引致實驗的動物 腦部出現空洞 甚至在人體的時候 它不能完全消化 會延續在下一代 使得出生的嬰兒 會成為低能兒 華盛頓郵報 新聞發布 華盛頓郵報 曾經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 自從這種甜出現之後 腦癌發病率是上升了10%的 但為什麼它能夠進入人類的食品當中呢? 誰想知道呢? 其實就像傳送一樣 是為了賺錢的 為什麼呢? 因為近代 自從所謂自由貿易出現之後 就出現了很多很陰暗的陰謀 陰謀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慢慢理解了 有些東西是賺大錢的 譬如你們的日用品是賺大錢的 只要我能夠將一些東西 代替你們的日用品 譬如你們吃的油 全部用完我的傳送 那我就會賺天文數字這麼多錢的 除了當然由美國做到之外 他們發現應有一個方法 可以賺天文數字的 就是改你們的糖 因為你們人人都吃的 近代 如果你們的糖全部轉了 譬如 甚至 某大汽水廠 都用它做糖的話 那你想想那個數字 是不是天文數字? 是不是? 而 當然 他們真的成功了 油 真的成功了 糖 為什麼他們會想到這件事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原來 阿斯巴田做了出來 是生化武器 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說它沒有毒 它是劇毒來的 它沒有用的原因 就是因為 當時的西藥廠是白做的 很激氣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件事沒有辦法解決 是什麼呢? 誰想知道 就是因為阿斯巴田 是給糖甜200倍的 你下了水 傻的 都知道你下了東西 我正在說甜200倍 但是 他想一下 咦? 甜200倍的 給糖 如果做生化武器 是沒有行的 不如找它代替白糖 只要我消滅了所有在實驗室當中 它能夠導致癌症 腦癌 胃癌 乳癌 以及死亡的這些證據的話 我可以將這件事推上去 嘗嘗 變成食物 變成白糖 當然 這種做法 你要發覺 如果成功的話 就真的天文數字這麼多錢 事實上他真的天文數字這麼多錢 因為他請了美國國防部部長 做他的CEO 使他可以打官司 贏了這件事 你知道嗎? 是請美國國防部部長 OK 而 事實上因為自然物品 你是沒有辦法專利的 提煉自然物品 而 你一定要是自己的薪資合成 才能獲得專利 才能夠賺大錢 這就是為什麼歷代以來 美國也會做這件事 就是將一些明明好的東西 他嘗試知道他好 他用薪資合成 合成之後 就吹到合成那件事 比原裝好 等你去吃合成的 他就可以賺到專利了 譬如舉個很實際的例子 在1854年的時候 其實人已經發現 我們所知的橄欖葉 尤其是聖經的植物 很有趣 聖經的植物很多都約用為首 成千上萬的植物當中 以聖經提的那種幾種植物 都是 他們發現橄欖葉 是可以醫治高燃藥質的 而事實上 他們發覺用橄欖葉煲茶 是醫治了無數傳染病的英國人 即是我們已知的所有流感 其實用橄欖葉煲茶就會康復 在1854年發現 但現在西藥廠都不會告訴你 仍然試了他們的疫苗 1908年科學家 我們看看圖七 兩個科學家 成功分離出橄欖腐素 而他們發現 這個橄欖腐素 是能夠殺死人類 以知所有病毒 即是世界上沒有任何病毒 他們殺不死的 都現時 明白嗎 你能夠想像這個多驚人發現 藥理上簡直是驚人發現 於是當時美國大廠在60年代尾的時候 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希望不要讓人用這個天然成分 去合成它 合成之後 專利了才有利可圖 於是他們以這種橄欖腐素 所以其實我很提議大家 如果你有機會買到一些橄欖葉精華飲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劑 是非常好的殺菌 和醫感冒的一些食品 他們於是乎 將以這個橄欖腐素的天然成分做藍本 千方百計將它的構造改頭會面 希望能夠做出一種 能夠和它有一樣 或者就算弱力大減 它們賣布袋就可以了 沒有人知道橄欖葉 只知道它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但也失敗 因為天然的東西不容易合成 所以你會看到橄欖葉精華到現時來說 都是可以說 在醫病來說 去醫一些感冒來說 是暫時最好的一種選擇 但白糖就不是這樣 即是沒那麼好運 白糖 阿斯巴甜本身已經真的甜200倍 這已經合格了 食品 不是在說藥品 不是在說橄欖葉腐素 是在說食品 你那樣的甜 就已經可以當是合格了 只不過它一定要做少許的東西 才可以賺大錢 就是把所有這些實驗都蓋上 而實際上英國 只在1990年 它已經賺… 即是阿斯巴甜 只在英國一個國家 這種的阿斯巴甜 也賺8億英鎊一年 你想想天文數字 全世界有多少國家在用它 那怎樣去合格化呢 其實全世界我們知道 就有FDA 即是食物藥物管理局 它就去申請了 在1974年的7月26日 CX公司刻意隱瞞了這些藥品 所有生化武器的資料 即包括用這一種東西的時候 出現的老癌、乳癌、胰臟癌、子宮癌 以及死亡的結果 事實上這個 因為對於它的研究 在1974年之後 根本陸續都有研究 因為它現在發現 它那種的毒性 是更加驚人的 而且它的絕對性 是很恐怖的 值得一提 這裡有幾支 這裡有五支水 這五支 這五支水已經足夠可以做什麼呢 誰想知道 在2005年的時候 大約是四年前 意大利科研研究人員 將阿斯巴田去餵一萬九千隻大鼠 不同的劑量 它發現當一隻大鼠喝的份量 的比例 相等於大人 一個成年人喝五罐減肥汽水 五罐而已 1、2、3、4、5 就可以產生血癌和淋巴癌了 所以想到多恐怖 它要把這些 這麼恐怖的資料都蓋上 我們有多少人喝 這些 段噸段噸計賣給香港 多瘋狂 所以當時 他們就把這些資料都蓋上 FDA其實是知道的 因為你提供了生化武器 現在又說是食物添加劑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判斷了 是吧 大家賺大錢 沒得說 於是FDA一隻眼睛 就批准它 但在批准之前 有一些醫生出來說 其中一個老科醫生出來說 他說根本是引致癌症 拿出資料 於是沒有辦法 全都爆出來 同年12月5日 批准就被駁回 而部分有良心的FDA的人員 就發現 他們可能觸犯欺詐門騙的刑事罪 這個管理階層大為震驚 因為如果他能夠代替唐 就天文數字這麼多錢 但是現在 搞到可能要坐牢 所以他們真的破釜沉舟了 一定要搞定他 那你怎麼搞定呢 因為其實美國的藥廠 其實是完全可以說 主控了美國的政治 石油、藥廠 是主控了美國的政治 他們於是乎 求助前尼克遜總統的紅人 就是前任的美國國防部部長 阿姆斯·菲爾德 並且請了他們做他們的首席執行官 請了這個 就是國防部部長 因為其實 為什麼這麼有趣 國防部部長可以做他們的CEO 為什麼 誰想知道 這個本來是美國政治 和中國政治不同的地方 其實中國為什麼一直 沒有辦法在某方面 政治比美國厲害 是因為美國常常 讓一些商人 一些銀行的CEO 去變成他們的財務官 讓他們能夠又做官 又做過老闆 又做過CEO 變成他們所說的 每一件事 執行的事情 都能夠執行 但問題給你看到 大陸那些就不是 大陸很多時候 他們根本是做過官 他們那時候說的 根本是無法執行 因為他們沒有實際 做過一個生意樓 明白嗎 而美國 他們更加不同 他們跟中國不同 中國差不多一代 會推翻下一代 明白嗎 秦始皇開始 差不多每一個朝代 將上一代的貴族 有錢人全部殺光 但是美國和歐洲 700年來講 他們的貴族 都沒有變 他們背後的精英 都是那幫人 所以他們通常 用這種精英體制 所以製造到自由貿易 其實如果是好方面 是好的 他們容許他們的國防部長 成為別人的CEO 他們會由別人的CEO 他們會請他們 成為中東大使 他們會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用這個好的地方 讓他們為人民謀福利 但問題同樣 在貪污當中 就會做出 連中國都不會有 這種陰謀式的貪污 當時這個CEO 立即請了國防部長 做他們的CEO 於是乎 用一連串的手段 因為他之前是國防部長 於是他知道怎樣玩 怎樣呢 誰想知道 就是當時其實FDA 這幫有良心 當中只有小部分有良心的人 找一些人去檢控他們 其中 就找了一個檢控官去檢控他們 但是當這個國防部長 一上任做CEO之後 立即在一個月內 就請了他的檢控官 做自己的律師樓裡面的職員 你明白嗎? 他立即轉工 我不檢控你了 你明白嗎? 接著 第二個檢控官上任 1979年1月 又受僱成為他們弱寵的職員 總之你誰做檢控官 我請他 這麼簡單 他是國防部長 他知道怎樣玩政治 我們當然不會想到這些 我想怎樣求情 用法律 他們大把錢 我連國防部部長都請到了 我當然可以請到你 而事實上 這個國防部部長 在1981年的時候 他就揚言 這個已經15年的這個案子 我會搞定他 我不單止使我們無罪 並且我們賺大錢 他一定可以通過 20日後 列根總統 就請了他做中東的外交大使 就請了這個CEO 做外交大使 所以你能夠理解 為什麼我們請 有沒有聽過波斯灣政後的現象 波斯灣症 波斯灣症 誰聽過的 有些人聽過 就是那裡的人 有些很怪的病 即是打波斯灣戰爭 那一次 有5萬的軍人 回到來 他們直接不能夠再做事 他們病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誰想知道 因為這個人做了中東的大使 事實上 1991年 波斯灣戰爭的時候 所有的軍人 都是免費喝到阿斯巴甜 並且他們全部都打一種新的研究的疫苗 以及用一些神經毒氣的解藥 因為當時他們用神經毒氣 之後就出現了所謂波斯灣症 五萬個人受毒害 不過起碼這件事證明 阿斯巴甜是一個挺好的生化武器 OK 那 因為事實上 阿斯巴甜是證實了 在某個情況下 是可以急劇影響人的腦 尤其是在飛機上面 在1991年 國立衛生研究發佈 關於阿斯巴甜的167種害處 1992年 美國空軍警告自己的飛行員 在用過阿斯巴甜之後 是不可以執行任何飛行任務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三年前 1989年 《中樹灘日報》在10月14日公布 很多的飛行意外 其實是喝了阿斯巴甜之後 飛機師的腦袋一片空白 因為只是1995年的時候 已經有600個飛機師去投訴這件事 多得這麼嚴重 明白嗎? 他都不剪掉它 你還是要吃這些 這些都是OK的 他又不寫明是毒藥在上面 現在其實很多飛機失事 根本是沒有黑合研究 因為沒有人研究到 他有沒有喝阿斯巴甜的 那個飛機師 你知道嗎? 他們會突然間一片空白 突然間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 而且突然間自己是誰 那怎麼飛飛機 你是誰都不知道 搭不到 怎麼降落 是不是? 很恐怖 所以美國空軍在1992年 已經警告所有飛行員 是不可以喝阿斯巴甜的 當然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當他們減肥汽水 照樣喝 是吧? 但記住他們喝的量 跟我們現在一杯一杯喝的量 一樣 你知道嗎? 事實上在1994年 所以你要看到 關於阿斯巴甜的報告很有趣 你實際上要看政府所說 美國政府 香港政府所說 你以後看衛生組織所說 是兩樣東西 政府就說可以的 但因為你記住 政府不是管健康 他都不懂健康 他只懂政治 政治叫他怎樣就怎樣 但你看回 譬如像1994年的 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 所發表的 關於喝阿斯巴甜 是有88種症狀的 包括智力慈頓 抑鬱 腦瘤 慢性疲勞 癫癫症 以及老人癡癌症 所以你看回這個 很有趣的 你只看這些 你就會看到 我們所說的陰謀 在網上 現在真的隨時你按按鈕就看到了 因為衛生組織所說的 就說它是有毒的 但政府到處都說沒事的 他說經過實驗是沒事的 但它實驗過嗎? 政府用什麼方法實驗? 誰政府人員實驗過? 他們沒有的 但世界上 我想讓你知道 我們這邊說的實驗 是直成是美國和英國 是那些毒品學家去研究出來的 他說那些是有毒的 他不是普通人 是專門研究毒品的 那些人 就說這些是毒品之一 我們繼續說一個故事 這個前任國防部部長 楊賢說一定可以 20日後他就成為中東大使了 那列根總統同時任命這個國防部部長的最好的朋友 這個叫Hate Hut 成為藥物和食物管理局的局長 他一擔任之後 第一樣批准的理會是什麼? 就是阿斯巴田 不過在兩年之後就揭發了他收受利益 他主動辭去藥物和食物管理局局長的職位 然後去轉工 你猜要轉去哪一間? 就是Ceas這個藥廠 明白嗎? 擺明吧 但仍然是出街的 擺明是有問題的 但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的金管局也好 或者食物管理局也好 它根本不是一個公義的組織 它根本不是為了別人健康 它是為了壟斷 所以他們不會改的 所以就如我所說 投訴多到索性立法 就說以後不屬於需要監管 你們不用有任何組織 要接收他們的投訴 你們不用投訴 但這個故事還未完結 關於FDA在阿斯巴田 還有一個很恐怖的事實 就是剛剛在2003年香港也和應 一會兒會繼續說下去 所以如果你研究FDA的日記 你就會看到 它根本不是一個好的組織 也不是線類 基本上它設計出來就是壟斷 是為了賺大錢的 於是1983年 正升全世界開始用了 事實上全世界的科學家 做出了很多實驗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83項 有83項大的實驗 不是由那些毒物學家 毒物不是動物 研究毒的物品的學家 是將它的毒性發表出來的 包括它所有資料都是假的 包括它說能夠減肥 原來是假的 這些會喝到癡肥的 你會發現 你想想連這些都是假的 你想想挺恐怖的 現在我們活在什麼時代 減肥汽水會喝到你癡肥 這個原來是個事實 你想想你真的沒有智慧 你怎樣生活在這個時代 因為他們發現 在癡症協會 對8000名婦女 喝阿斯巴田進行長期六年的跟進 發現他們喝了之後就會更加肥 原因是它裡面沒有卡路利 但是因為 隔著拍照就可以了 因為人體喝了之後 我們某種的荷爾蒙會停了 而導致我們不知飽 它會節省幾個卡路利 不過你以後都不知飽 你會不斷吃 吃到癡肥 它是研究8000個婦女 六年裡面的結果 就是它會洗到你肥 你想想挺恐怖的 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所以沒什麼老的也挺可憐 所以你會看到 我講的資料 基本上在網上你會找到大半的 即FDA這種醜陋 以及很多治療法醫生公開出來講的 很多這些實驗 就是你很多的實驗 你可以在網上找到 即是那些實驗的資料 以及那些醫生的名字 而事實上 在1994年美國衛生部公佈 他們接獲的投訴 關於阿斯巴田有90種反應 包括胸口痛、烤喘、關節炎、片頭痛、失眠、耳鳴、 敬鑾、手震、魂元 引起柏金信症、引起老人癡呆症 最有趣的提供的其中一個反應就是 會引起癡肥的 你看看 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投訴 多到直接沒什麼食品 是多得過去 因為你直接一喝 有時身體較弱的人 一喝你就已經知道 你立即有事了 即是這一種 但問題是想想 這麼出名 這麼普遍 我現在講的是 香港斷天單位的食品、糖品、物品是有它的 你看看那個瓶上面就會看到那個字 或者剛才所說的這些字眼 尺寸於1984年阿里蘇蘭州衛生署 為了檢測汽水 它在室溫的時候所釋出的毒物 例如室溫 現在我們大約這個溫度再熱一點 不是說有冷氣的情況下 它發現在26度的時候 它會分解出甲醇 那就是什麼? 就是甲醇 我們做甲醇 甲醇 甲醇 它分解出甲醇 就是我們做甲醇的成份 你知不知道 甲醇是劇讀得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你只要吃10個mL 10個mL你就會失明了 你吃100個mL你就會死亡了 好嗎? 而單的問題 它釋出的甲醇的濃度 是FDA批准的所有食物當中之冠 甲醇是最多的 多多少呢? 它比任何他們批准的食物多多少呢? 誰想知道? 多1000倍 這麼多批准就可以嗎? 它要是瘋了 要是瞎了 你只會瘋了 其他就不行 這個可以 因為你們太多 但它多1000倍就不算多 這是在1984年阿里桑南亞洲研究出來的 而它發現 去到29.5度 即是室溫比較高 它就會分解出致癌物品 即甲醇、甲醇和這些致癌物品 最恐怖的是 為什麼這個公司一定要推出來呢? 因為它會喝了會上癮 你不會只喝一杯 你會喝很多 但很可怕的是這個手段其實還未完 因為FDA的工作就是壟斷 所以它在市場上就將另一種好的代糖 就是我們稱為甜菊糖 去咳了它 誰聽過甜菊糖? 我值得在這裡說一說 因為在自然療法醫生裡面來說 這個是最好的糖 甚至比白糖 它甚至可以幫助糖尿病、血壓高、心臟病病人 它不會導致他們的胰島素血糖變動 但卻洗到血裡面的葡萄糖的水準 水平是好的 但是香港現在賣它的話 你就可能要罰款五萬元 以及坐牢六個月 OK? 但是在日本 以及全世界很多其他 不是被FDA壟斷的地方 全部都賣得到 所以我按照說完 因為我們教會很多德行姊妹 都在其他地方在聽這套訊息 你可能可以買到甜菊糖 這個絕對是最好的代用品 就是比白糖更加好的代用品 它是天然的 所以沒有專利 它是天然的 並且用了幾百年 OK? 而沒有任何負罪用 還未知道幾百年內 但我講這些一年 已經有幾千宗 但那些用了幾百年的 它不批准 很多人害怕 是不是? 1994年的時候 在未發現任何怠處的情況下 它是禁止了甜菊糖的 而實際上 香港在2002年3月19日的時候 香港都反映了這件事 所以香港都是禁止了甜菊糖的 因為 不明白嗎? 始終他們是政治 他們不是醫生 沒有辦法 我說沒有任何副作用 發現的原因 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副作用發現 都現時 研究它 只是發現好處而已 因為它已經被南非 南非 南非應該說 南非是用了幾百年 就是這個甜菊糖 而事實上 在研究當中 不僅沒有發現副作用 沒有發現毒性 它是用了幾百年 並且日本的研究發現 它能夠控制口腔的細菌生長 就是 喝了它之後 其實基本上是殺菌的 所以用它的人 是不會有蛀芽的 而糖尿病的人士 心臟病血壓高 和心臟病 或者尿酸的人士 喝了它 都是可以控制他們的病情的 這就是日本的研究 所以日本也正在用 日本和很多其他國家正在用 不過就是Buy FDA 這個醜陋的組織的國家 就全部都照順 這樣 所以你看到挺恐怖的 就是它再次要壟亂了 就說有毒的 你付錢就可以外出 但你要我 踩下沒有毒的 我隨時可以減 因為事實上 甜菊糖是天然提煉的 所以它沒有專利 事實上 這樣也不算沒有人性 另外最沒有人性的 它做了一樣的反應 就是當時因為甜菊糖 它勁勁勁勁 它不單止 因為剛才我剛才講過 阿里索蘭州的實驗 發覺26度的時候 它釋出甲醇一千倍的 是吧 所以其實當時 甜菊糖是可以用來 在冷的飲品 並且在熱的茶裡面 OK 熱的茶裡面 而其實呢 阿斯巴田一出的時候 已經下了一個限制 不可以放在熱的飲品裡 但它廢棄了甜菊糖之後 因為甜菊糖是放在熱茶 所以它說 OK 我剪掉甜菊糖 不可以放在熱的茶 是熱的水裡面 但是所有阿斯巴田的限制 剪掉了 以後阿斯巴田 都可以放在熱的咖啡 熱的飲品 和燒烤品裡 它出的時候是不可以的 因為一高溫的話 它就真的超級生化武器 但是現在就可以了 OK 為了我們代替了甜菊糖 你想想 多沒有人性 它到這樣的階段 它可以做到這樣的 所以現在你基本上 你發覺一些熱的甜品 或者熱的飲品 或者餐廳所給你的代糖 那就是 為何可以放在熱的東西裡 就是因為其實當時 它用這一著去剪掉甜菊糖 所以記住 十毫升的甲醇就會失明 一百毫升的甲醇就會死亡 所以變成喝這些 基本上就算喝死人 也會有冤無無數的 因為已經證明是OK的 沒有任何投訴會被接受 所以只不過就是 我們有智慧的話 我們就知道 我完全要避開這一種代糖 因為這個已經是公開的毒藥 這個也是被 它的別名叫做 你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的生化武器 即是這個 叫做阿斯巴甜劑 就是它的別名 即是在自然療法醫生當中 除了這隻代糖 其實世界上 現時被批准的代糖 是沒有一種好的 禁止了那些才好 所以沒辦法 我現在給你看看其他的代糖 都是不好的 我們來看看圖8 圖8 圖8 其他有一些代糖 已經是轉了 是那些減肥水 已經轉了 用其他的代糖 但是問題 他們只是給了FDA 就通過了 因為有些代糖 我不花時間講 有些代糖 根本就是做了幾年實驗 完全沒有做過長期實驗 而並且做的實驗 都是動物 只是做過幾年內 有些動物 只是做了幾個月實驗 所以根本不知道 長期用的時候 會不會拍攝下一代 會不會有癌症 不會像甜菊糖 用了幾百年 所以其他的代糖 基本上就是 食物管理局 去批准的一些代糖 所以都不提議大家用的 所以這就是為何我提到 為何我們要學習吃樂自白餐 因為你不用代糖 你最多只能用白糖 但白糖 一定要在我講的情況下 才對我們的身體 不會產生非常嚴重的破壞 甚至是對我們的身體是好的 所以總括來說 我們來看看圖九 總括來說 上次的訊息和今次的訊息 其實就是有一個心蜜 如果你忘記的話 你記得這個的智慧 是使得我們在這個時代 會長壽的一個智慧 第一,避免吃反式脂肪 所有的transfect都要戒掉 第二,避免吃代糖 因為這次已經花時間和大家講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查 其實這方面的資料更多 第三,會吃六至八餐 或者食用鑑昂貴的代用品 去代替三百 這是這兩篇術式當中 所給的一個智慧 那你就很輕易可以健康 能夠很積極 身體能夠可以很應付到你的生活 甚至享受到神所給你的人生 好了,而最後一點值得一說 就是我們講關於上次 即今次會講的 就是關於長壽足 記住,如果那樣能夠成為長壽足 一定要是那晚最後的一餐 如果是最早的一餐 沒有用的 因為最早的一餐最好吃 豐富一點 最後一餐是吃 但問題是 有一個 當我打算預備去分享長壽足的時候 其實我遇到一個問題 遇到一個問題 遇到一個問題是甚麼呢 就好像我之前分享浸腳也好 分享喝水也好 其實是很多首尾的 我叫你喝兩至三公升水 然後要告訴你 心臟病也要小心 神髓蠍也要小心 糖尿病也要小心 浸腳的時候又要說 你年紀大也要小心 說一件事 如果我講長壽足 講十樣八樣的話 就明白嗎? 因為你有不同的病 不同的情況下 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譬如血壓膏、胃病、孕苦 也要有避忌的 而並且長壽足 有些粥是按著四季去吃的 也按著體質去吃的 而吃每樣粥 也是每樣的食品 都有它的禁忌的 吃那樣東西 是不能跟另一樣東西一起吃的 所以如果我說的粥 越多的話 當然你就會更加好 營養豐富 味道好 多姿多菜 但我要顧的東西 就多到我只是每樣粥 都要講一個禮拜 明白嗎? 十谷粥 你要留意這些 但是不講得多 那你們就真的很慘 吃到嘴嘴回來 所以我想到一個方法 因為當我看的資料當中 有人給了一本書 我當我看的資料 就發覺 行了,有辦法 我介紹你買一本書 這本書 就是這本 我們看看圖十 好 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 你會看到上面有些黃色的籤 旁邊也有 全部是粥 全部是說不同的粥 為什麼這本好呢? 因為我看過很寫關於長壽粥的資料 但它也是很片面 它只是約一提一下 就沒有詳細去講 但是這個資料就好到 它一般人 因為它有很多款粥 吃到反傳就可以了 原價是200元 我們書室有辦法 應該好像說 可以拿到80元左右 所以你可以跟書室去買 因為都屬於很划算 如果是黑cover 這本 就是彩色的 裡面 它有個好處 就是你在第一頁當中 它有個解釋給你 你會知道如何使用這本書 但是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你用這本書的時候 你要留意它分的段落 你才會使用它的好處 因為它會說到 譬如像常見的食物材料 說不同的材料 如何煮粥 而最重要的是 當說到這裡的時候 它說到那些食物 如何買得好 用它的時候 哪個季節好 這個粥對於什麼病好 有什麼病的人 不適宜用這隻粥 OK 變成你可以不斷轉 而它後面有說到不同的食物 對於 譬如好像對感冒 喉嚨腫痛 肢氣管 酵喘 胃痛 輻射 便秘 它也有說不同的食物 如何幫助你 即是煮什麼粥 可以幫助你 那麼 它的寫法 就是以最簡單的方式 列表的 列法就在這裡 我們看看圖十一 圖十一 其實它在內文裡面 這裡你會看到它有很多介紹 每一版紙 譬如第一樣就是綠豆 即是我太太 譬如一開始第一個是食物名稱 第二就是功效 即綠豆的功效 就是做你們師母 那些 預防不信主 那些 或者預防不愛主 那些 或者預防着衣服太暴露 那些 它會有它的物品名稱 功效 營養的分析 然後 它適宜配搭的食物 以及寄配搭的食物 然後 你要看到 選購的時候要留意的東西 然後 食用的時候要留意的東西 然後 下面就是 推薦的食譜 即是怎樣煮法 OK 用什麼煮法 有什麼 然後 這個是食療的目標 即是怎樣醫治什麼 然後 下面 注意的症狀 即吃了之後會有的症狀 然後有一些小詳食 所以是很簡單 一版紙 你看完 即是 哪一隻粥 所以譬如 旁邊就是綠豆粥辣 或者什麼粥辣 上面是綠豆 上面是綠豆粥 上面是綠豆 它就會告訴你怎樣煮 有什麼特別 一版紙看完 所以很方便 就好過 逐樣逐樣和你們說 因為裡面有十谷粥 或者糯米 黑糯米 糙米 全部都有說 所以你看的時候 看你自己的身體 適不適宜用 譬如好像糙米的時候 他會說到關於胃病的人 要怎樣 煮的時候要留意什麼 就會解決 可能你消化不良 或者消化不了的東西 還有他會說 適宜吃多久 這樣全部都有清楚說 所以變得好過我 照這本書 好像上課一樣跟你說 鼓勵 如果你們覺得長壽粥 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因為分八餐 第八餐是吃長壽粥的話 這本書就值得你們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 但是這本我覺得 就是最簡單 最簡潔 我們教會來說 一般的智商和學歷程度 應該都不會出出什麼亂子 所以這本書我覺得很好 也很感謝這本書 介紹給我的人 這個就是 按照這本書裡面所說 按照不同的季節 按照不同的時間 但是記住最重要的就是 一日吃六至八餐 記住是難 只是難在 你預先兩樣東西而已 就是每一餐裡面 就是控制的量 使你能夠三個小時後 會吃到東西 就是三個小時後消化到 這個是難在這裡 第二就是預先計劃定 當你計劃定的時候 你慢慢發覺 吃六至八餐其實是很方便的 是很快的 而且那種的生活 是絕對適合現代生活的 而且你會發現 譬如我來講 應付我自己的體能 健身 鍛鍊來講 用六至八餐是絕絕有餘 但如果用我以前 一日吃一至兩餐 是不用想 隨時抬進醫院 明白嗎? 因為你的身體是恢復不到 你根本是不可能應付到 健身 再加上日常工作 還有再有健康 所以這個能夠 我在這兩年的時間健身裏 發現這個對身體的好處 是非常大的 這就是你們試用的時候 要留意的 所以只要留意這兩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六至八餐的好處 是實在太多的 只不過你只注意這兩點 就是每一餐的份量 記得開頭你會吃少了 但後來你會發覺 你越吃越大 但是千萬不要說不知道會飽 待會吃了之後 你會發覺六個小時都還沒餓 這樣就失敗了 而另一項要記住 就是預先作一個計劃 自己問問身邊的人 他們吃些甚麼 他們會帶個番茄 帶個香蕉也可以去吃 就是問他們用甚麼 用甚麼物品去吃 他們有些甚麼提議 你會發覺 可能有很多健康的提議 你可以找到出來 但因為每一餐這麼少 其實是絕對不難的 最後我們鼓掌多謝神 我想請展明擺琴 我想大家低頭 所以感謝神 神在會的時代當中 他的聲音 就是帶來那個時代的智慧 當然除了神職歧視之外 超級的神職歧視 是活水之一 但是超級的智慧 其實都是活水之一 好好珍惜這些超級的智慧 因為是外邦人 想像都沒想像過 聽都沒聽過 甚至你不說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他們找都不懂得找 但這些智慧卻真的牽涉到我們的壽數 就好像針賢所說 當我們擁有智慧的話 我們會擁有長壽 我們會擁有富貴 因為記住就是每個時代當中 不同的時代是用不同的方法 使我們能夠合乎真理 按住我們的良心 我們都可以付足的 不需要用骯髒手段 但同樣不同的時代 尤其是我們活在這個時代 接下來的幾年 地遲又會改變 很多的這些外邦人 根本只是紙序金迷 天天只看著電視機 過他們的生活 根本就不可能應付得到 接下來的這麼大的變化 無論氣候的變化 無論他們的身體那種的疾病 或者這些的環質 現時我們所見到的染污 或者每一件事 我們在這個時代 是要擁有特別的智慧 才使我們讓任何人更活得健康 記住 不是說我們理解了健康的智慧 等於不相信醫治 等於不是說我理解理財 等於我不相信腐足 那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是神的好管家 如果我們不懂得管理我們自己的經濟 我們哪有資格去求神 去付足我們呢 如果我們不懂得管理自己的私生活 和道德 我們哪有資格去求神 給一個好的配偶給我們呢 如果我們不懂得管理我們自己的身體 我們哪有資格去求神 去醫治我們的身體 我們擁有神職 不是等於我們任何責任都不用負 神不是因為要用神職訓練一班不負責任的兒女 所以神是永遠同時兩樣都給我們的 無與倫比的智慧 但是同樣 這些智慧是和神職的級數相對 其實 在我們教會超過二十年的第一次 神職師妹你也會發現 真的 我們教會的智慧越高 那方面的神職就越小 同樣 我們對健康的智慧認識越多 在醫治的神職就越小 當我們對理財 投資的認識越多 神給我們的負足就越小 不能懶得 因為這個 無論智慧與神職 都是神這個時代所給的活水 好好珍惜它 好好把榮耀歸給神 不要帶著自己的高傲 以為這些不重要 也不要按著自己的偏激 在神中多的祝福當中 只是集中接受或者求一件事 神所希望我們有一個全面的信仰 全面的生活 和全面的祝福 來결 Argentina 응 腔人 達成 我不常 我 開 全面 人 經 來 會 自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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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 最定 憂慮 無愛都恢復 美天都美天的永遠 如我繼續 隨你的一生 永遠 永遠 曾為我的風雪 我必須詩情 送我永遠 心得罪罪等齊雪 連著可別心情 此意詩 讓我一生 存得混亂 一生而言 美天 曾為我顯赴雪 我未須詩情 送我永遠 心不在罪等齊雪 連著可別心情 此意情 讓我一生 存得混亂 我永遠 心不在罪等齊雪 親愛的天父來多謝你 神愛來多謝你在我們的生命裡 甚至因為我們的狹窄所產生的缺乏 神你都願意用你的慈愛去落開 神你讓我們懂得去按著神你的心意去求 讓我們懂得去按著你的心意去祷告 拿開我們自己為自己生命所立下的限制 拿開我們在自己生命當中為自己所擺下的這些咒座和難座 讓我們的生命在你裡面不斷躍盡 讓你的生命在你裡面不斷寬廣 讓我們能夠成長 讓我們能夠健康 讓我們能夠健康 在神你回來的日子裡 讓我們能夠不單止我們的心 好像小孩子一樣 亦讓我們的健康好像小孩子一樣 讓我們擁有的力量 如何 我們的日子也如何 讓我們到一百二十歲的時候 如果主你還沒回來 讓我們也擁有一個健康強壯的身體 要另外幫人都讚嘆 就是說 神你所賜給 愛你的人的好處 是不在你以外 神我就讓今天這邊的訊息 讓我們衷心的張榮耀 還贊到了一次歸給你 因為是神你 在神你這麼多年裡面 去選擇各樣的智慧去教導我們 去引動我們去查考 理解 特別明白不同的方向和方針 讓我們到今時今日 這二十五年 神你所給我們的帶領 是使得我們一日給一日健康 一日給一日快樂 一日給一日人生更多色彩 讓我們能夠接觸到生命裡面的真善美 神我們多謝你 神就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讓這個痛在更大的安住我們的順福 更大的披伏在我們的身上 讓我們身邊的人 就算接觸我們 無論是接觸我們的聚會也好 或者接觸我們的人也好 讓我們經歷神的真實 經歷你的同在 因為我們願意有這個受教的心 神你的同在將要每一日 都在我們的身邊去彰顯出來 神就讓今天 同樣我們帶著神你的祝福 帶著神你的恩膏 帶著神你的恩悲 去繼續過我們在世的日子 亦同樣讓我們能夠將我們所聽的這些訊息 更有聰明智慧的運用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使我們真是擁有長壽和富貴 神讓你多謝你 我們將一切的榮耀 還贊得歸給你 我們這樣的討告 同心合意 是奉主 耶穌 基督的名字寄求 Amen